沿着普利茅斯绿叶成因的街道,在支持民主党的乔拜登和他的竞选伙伴卡玛拉·哈里斯的房屋旁边,可以看到紧邻的住房有特朗普2020的标牌。 约翰和南希·洛文完美无暇的前院有一排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标志,还有许多特朗普的横幅。 他在做的事情,他们都很棒。 他想要把我们的国家的神秘方向,而不是共产党的方向。 对48岁的普利茅斯居民亚历克斯·摩根来说,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的前景令人害怕,摩根是一个经济顾问。 摩根说,如果特朗普总统获胜,他知道住在他隔壁第二家的邻居好友绝对会大事庆祝。 并非所有关于政治的交流都是友好的,60岁的乔科特是特朗普的支持者,他不得不对自家前院的标牌进行几次调整,因为有些标牌不翼而飞。 偷窃标牌之举,似乎跨越了政治层面。 拜登的支持者说,他们的标牌也被偷走。摩根在第二个拜登标牌从前院失窃后,他决定在前门附近悬挂一面旗帜。 59岁的詹姆斯·卡伦是底特律的约翰·韦恩机场的经理。 他说,尽管他对特朗普总统处理新冠病毒和外交事物的方式感到愤怒,他并无意因此和他支持特朗普的邻居角列。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但实际上,只会发生人会的地震检。 谢谢观看